大家好,我今天講解給朋友們 例如初學玩吉他或初玩Fingerstyle的朋友 究竟他們如何閱讀一份Fingerstyle的譜 其實誰寫的譜都會大約差不多 我們馬上入正題 下一步就要了解一首歌曲 即一首Fingerstyle的結構是甚麼 我們現在傳媒以C鍵為例子 這就是Scale 大家不用說背 為甚麼呢? 因為我試給你們看 他日你自己做的時候就會明白 自己去研究那東西怎麼按 擺什麼手指就會更好 這就是做A8SO 02013、013 你想知道它是甚麼音 其實可以自己對一些網上找出來的字版圖 它真的是C skill來的 我們真的不要說廢話了 這些是無拍子的單音 這是甚麼歌呢? 我今次就隨便選了一首叫做五月天的芝竹 五月天的舊歌來的 五月天的芝竹 如果這個音是甚麼呢? 譬如說人走亨一亨 如果這個音是人口亨一亨 它是浸馬樹翁又二頭彩虹 這首歌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試試聽聽 因為我不確定每一個人都會吃這首歌 但這首都算是比較紅的這首歌 有一個批單音 這批單音每一個公仔 每一個數字都是by這條Scale而找出來的 當然這裏是節錄了C skill 你說是不是的? 但這歌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你玩我的 例如說近來比較紅的 黑在我心底的名字那首歌 先這樣吧 黑在我心底的名字那首歌 黑在我心底的名字那首歌 因為別的歌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的數字全部都是在C skill 裡面 你也剛才聽到大概 黑在我心底的名字的旋律 這裏是不重提的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是真的by這條Scale 去找出來的這些單音 而不是無端拔是萬無目的 這格又試試試 那格又試試 不小心符碌撞出來的 下一步 就是說你上面這條單音 或者這條旋律 未稱之為旋律 因為你是沒有拍子的 就算是黑在我心底的名字 如果Dear Jane的歌 未開始已經結束了 《那女子走我共你》 一定是五月天的《枝竹》這首歌 其實你的音有長有短 又有很長有很短 所以我們就要放回合位了 如果沒有拍子的時候 那音是這樣的 原本是 《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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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停九十幾年才去下一句 但原本的歌不是這樣的 我們比如說 我們抽一格為例子 就是這一格 如何放回合位置 那我現在先開一份 支竹的Code譜 先開一份 先開一份 一講兩句 支竹的Code譜 就是這份 不需要你任何的 就是你字 枕字入C 枕字入C 湧字入G 好了 枕 這個是湧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唱出來的實話 是 枕 廚 優 有沒有發覺 枕 其實是長一點點的 那我這裡就中間 一個音符給它 原先是怎樣呢 原先你在這裡 八個優子符 大概的 大概的 那我就會 這個入瓜 入C 這裡入G 枕字 會想像這樣 不是啊 唱出來其實是 枕啊 主 好了 摩主就是這樣 我感覺到枕是長一點的 我當然只有一個給它 這個入G 好了 用G 這樣 怎麼 做 這 這個 用G 都要長一點 所以我一定要放這裡 最終得出 是這樣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不重提 太多次了 好 那麼我們聽一下最終的旋 是怎樣 不是fingerstyle角 只是一個最適合拍的旋律 下一步加bass 即是要加一個chord 因為不一定每個人看我的影片會知道什麼是bass 你勾一些勾法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bass的存在 那個chord裡面最低音 又可以勾那顆東西 我們就叫做bass 但我都不探討什麼叫bass 如果不明白 再留言問我 或者看我的影片會有講解 好了 加bass 為什麼是3 其實是C chord 這條線是在按生的 別人有chord存在 譬如說 舉個例子 我看一看 等一下 我先退一格出來 看一看旁邊 C chord 如果是6弦的表達是這樣的樣子 我加個bass 就是加這個 加個3 不會是2 亦不會是上面那條線 這個位置 不會是1 不會是4 不會是5 一定是3 不會是0 G 在6弦的表達是3 沒錯 就是這樣 也不會每一粒去反對 我們聽一下加了bass的音大概是怎樣 叫做 多了一個低音 不是尖不甩的音 但未去到完全觸動fingerstyle的景況 好了 到下一個步驟 就叫做加伴奏 什麼叫加伴奏 加伴奏的意思是 就說 你這些斗斗呢 這些斗斗位不是沒有東西的 是不是有人寫的 有人唱或者有主旋律的位置才彈 不彈的 那不如彈單音 彈單音就最直接了 彈單音通常就叫做好像吹木桶 要加伴奏仔 這裡要加 這裡要加 這裡也要加 後面這些斗斗就要加 加什麼下去呢 我們加那個位的音 就不要那麼近的主旋律就可以了 例如你加這個位置 有黃色的線 或者這條線都可以 那如果我加這條線的時候 那是什麼數字呢 對回C-card是什麼數字呢 2 你所有自己外加的東西 都並不能out of C-card 對 這個位置是A-Mine 你所有自己加的任何東西 都不要out of A-Mine 對 當然這些都是一樣 我不足夠可以解釋 因為我不是教你去整個fingerstyle 但其實都是類似的 G呢 我選了這條 那你說我選低一條可以嗎 再低一條可以嗎 即是你對應相應的數字 而這個是零 因為G是零 就是這個意思 接著 加和音 最後一個步驟 我還沒聽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 聽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樣 大家聽過應該像一首fingerstyle 好了 最後加和音 都是那句 其實簡單一點講一句 有時候我們主旋律比較多 例如說他的例子 周杰倫一安靜 是連續十一個單音 是一樣音符的 那你就沒有機會加一些伴奏 只有一條bass去配搭 那你的音就會比較悶 其實很單薄 不夠音樂的 不夠豐富 最終就是加和音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就會加和音 當然其實在什麼情況都可以加 儘量再豐富一點 如果加和音 我們就會大概在這些主音 在6-70%的主音 這些是主音 這些是主音 看哪些是主音 其實你看看這些就知道了 在下面加和音 這裡就加了 主音 就是這個主音 這裡就加了兩個0 A-Mine A-Mine 這支主音 有加了三個2 這個3個2 在哪裡呢 或者C-C chord 那三個0 在哪裡來呢 在C chord 在當時那個 chord 那邊 這個個方法 沒有談的了 好 到最後 到最後加完和音 我先聽一次 聽一下薄一點的歌 我想大家會聽到效果 有些歌曲可能比較適合這些東西 不出奇 有些是適合這些的 我們看最後那行 抽兩兩格來講 譬如說這個C 你們彈東西 你們通常見到那個數字就按那個數字 彈Fingerstyle的時候就更加 不是這樣的 其實你按左下角這一塊 你按住C 你按住C的話 除了黃色那個之外 全部都是屬於C的數字 其實我按了C會不會過癮一點 過癮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來我只拿一隻吃 之後放回去 其實已經處理到剛剛那些四汁的東西了 其他數字不用理會了 因為你是在C的那裏來的 對啦 另外就是說 你不是我迫完那一顆東西 就是收起來 軟了 不是的 其實你是隨它延長的 你明白嗎 當我彈這個2的時候 我按了C的 其實前面的10還在響 那3還在響 你明白嗎 當我彈0,0的時候 那1,0就應該收皮了 因為你再彈多下這兩條線 那2還在響 那3還在響 而不是Beat,Beat聲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這樣 最終這裏 很快速地說 也很隨便地說 就是 彈Fingerstyle的結構是什麼呢 那我了解了結構原來我知道要按Cut 為什麼要按Cut 第一個好處就是方便你的手指 去動動 就是知道怎樣擺放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即他先舉個例子 不好意思 這個App 這個3找什麼放進去 這個3 尾字 因為我是要按住一個App的時候 我還有B的手指就有空了 尾字 是嗎 你明白嗎 而你們不是 因為你是亂按來按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就導致你怎麼練都不會順 不會帥仔 那即你剛剛了解了這個結構 你就會知道原來這個世界是彈Fingerstyle 有大部份的時間是有個Cut存在的 第一個好處就是方便你手指 自己也知道你的手指怎樣擺放 擺在什麼子還是哪個手指呢 其一啦 第二個好處就是其實有些言音 我們英文叫Leg Ring 是讓它響響的 不是說彈這顆的時候前面是停下來的 不是這樣的 彈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三二都還在響響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說的好處 講回剛剛那顆粒是真人示範版 正常的版本 你見不簡單的說 你見到左手邊會有按鋸鋸 只要我的鋸鋸不會那麼容易拿開 其實那些弦音就很長 如果你們經常彈的就類似這樣 你們彈我表演一下 你明白嗎?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我們就要簡介一下 或者告知一些剛剛踏上fingerstyle的旅程的朋友 可以更正自己錯了的手勢 或者一個讀譜的方法 希望幫到大家解決自己彈fingerstyle比較差的情況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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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